如果說就是C這個公司 就是蝦皮背後的母公司叫做C 如果說C因為它有四成的股份 是騰訊擁有 所以是中資 但大家難道知不知道 騰訊按照這個道理 它其實是南非的公司 因為騰訊有三成的股份 是掌握在南非公司手上 第一個 它跟新南向是背道而馳的 因為蝦皮就是 本來它是要跟LAZADA 東南亞的電商要打對頭的 就是未來東南亞很有潛力的電商 LAZADA是阿里巴巴在控股 所以蝦皮由騰訊來控股 這是一個很正常的事情 原本台灣人可以藉由蝦皮的平台 進軍東南亞進軍新南向 但是如果我們因為有大陸的關係 就把它排擠掉 這跟新南向背道而馳 第二個這也跟世界的產業背道而馳 因為整個全球的互聯網公司 中國大陸就獨佔四家 最強大的電腦 中國也獨佔冠軍跟亞軍 如果台灣認為說有大陸的就不碰 那不好意思 當整個全球進入到新零售時代的時候 台灣就完全沒有任何的進步 佳皮的母公司 是一家新加坡商 SEAC集團 他說這個SEAC集團 中國騰訊有大概40% 大概39%多的一個股權 所以它是中資 好嚴重 不得了了 經濟部立刻要調查 這是什麼 為什麼有花媽 這個是今年看到沒有花媽 大家比較認識 站在它旁邊 就是這個新加坡 SEAC集團的總裁 他來到高雄 花媽非常高興的宣布 這個高雄跟這個SEAC集團 有簽一個MOU 被忘錄 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高雄市招商成功 這代表高雄市要發展電子商務 這代表高雄市要新南巷 因為它是新加坡非常大的一個集團 好了所以我要講就是說 今天我們如果去掉這個中字 它就是什麼呢 它就是蜜糖 太甜了 太香了 而且會成為花媽在高雄 馬上就要拜拜的一個重要政績啊